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今天呢,欢迎大家来看就是酷儿音频二三式的第八集,然后我们之前聊过了很多话题,然后今天呢,是我们这一季的最后一集,然后也非常感谢和开心就大家一路走来被我们看了很多,就看了我们的每一期节目,然后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在全球视野下的亚洲酷儿影像,如果熟悉我们的观众知道我们第一期节目呢, 是中国观众眼中的全球酷儿影像,所以我们这一次其实是做了一个有点镜像的一种选择,然后呢,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谢肖,然后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呢,是今天的其中一位嘉宾,老鱼 嗨,大家好 然后还有一位嘉宾呢,现在没有出现在屏幕当中,但是他现在一直在听我们说话,是来自台湾的Jay Lin 哈喽,听众,大家好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在我让这两位嘉宾做自我介绍之前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自己,然后我是来自CinemaQ的谢肖,然后CinemaQ呢,是一个成立于2015年的上海的地下的酷儿放映组织,加上派对的一个集合体 我们呢,会在每个月做一个,以一个主题的短篇酷儿放映的一个活动,然后每一次活动完了之后呢,也会有派对的一个,一个应候派对 然后呢,从今年开始我们做了一个全新的尝试,就是在隔周二的晚上我们会进行一个直播的节目,我们希望就是能够通过不同的渠道或者是不同的媒介,然后与观众达到更多的一种交流方式,然后也更多用不同的方式去谈论全球 当然是以亚洲酷儿文化为中心的全球视野下的一些文化上面的一些话题 然后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刚刚已经说了,是全球视野下的亚洲酷儿影像 我们呢,请到两位嘉宾,一个是来自上海酷儿影展的选片人老鱼 一个是来自台湾线上影音平台嘎嘎乌拉拉的CEO和发起人 我们来让他们两个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要不接力,请开始 好,谢谢谢霄 哈喽老鱼,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个节目跟你多交流 哈喽 喂,听得到吗 听得到 OK,好,我是来自台湾的林志杰 我也是台湾国际酷儿影展的创办人 从2014年到今年已经是7年的 然后也跟酷儿影展一样在9月份 会开启我们的第七年的影展 那我也是刚才主持人所说的 嘎嘎乌拉拉 电影 从酷儿电影线上串流平台的创办人 嘎嘎乌拉拉是从2017年初 提供到东南亚 还有就是香港澳门 还有在2018年提供到印度 然后在今年5月15号的时候呢 我们的服务提供到全球195个国家 给世界各地的酷儿朋友们 可以透过APP或是透过web 就可以观看1000多部以上的同志电影 大家好 我是老鱼 我是上海酷儿影展的选片人 然后上海酷儿影展呢 是成立于2016年的一个酷儿影展 然后我们也会跟CinemaQ一样 做一些放映 然后还有一些 我们会有一个短片的竞赛的端源 以及也会请嘉宾过来做一个对谈 或者是做一些应后的派对 等等这样的活动 好的 现在大家已经知道 两位嘉宾的职业背景之后呢 我想说就是 因为现在两位嘉宾 一个是都是都有那个影展 酷儿影展的选片人这样一个背景 然后现在一个有线上平台 需要就是工作内容 包括线上平台的选片 一个是有包括线下影展的选片 我想可能就是 就是镜头前面 镜头背后不对 应该是荧幕前面的观众 应该就是很想知道 就是一般选片是怎么选的 是自己在网上寻找吗 还是说拥有自己的联络网 这要先讲吗 可以啊 我先从酷儿影展开始讲 然后再讲到嘎嘎拉这个影音平台 我们2014年决定开始 这个酷儿影展的时候 其实那个规模没有把它做得太大 也是一种尝试看看这样子的影展 因为台湾其实影展非常的多 有女婿影展啊 金马影展啊 有就是纪录片影展啊等等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也不是很确定 一个像这样子的酷儿影展 到底有没有办法吸引到观众来进戏员来看 所以我们规模没有把它做得太大 那因为是第一届 所以我们有之前的几十多年的酷儿电影可以去挑 所以当然这个选项都非常非常的丰富 那在就是第二年第三年这样子逐渐发展下去 就发现很多电影其实都已经看过了 或是已经不太适合把它属于一种比较新的电影 放在当界的影展 所以挑的困难度其实就陆陆续续提升了 因为当然如果是非常畅销 或是可能在柏利影展啊 或是坎城影展 或是多伦多影展有录的电影的话 他肯定不会把一个像这样子的酷儿小众的影展 作为亚洲的重点就是上映的影展 所以因此呢 花了蛮多时间去说服制作人啊 导演啊或是片商来吸引他们 把他们的电影呢 给我们这个机会可以上在这个电影的平台 这影展的平台 不过过了一段时间 这个口碑做出来呢 反而这样子的一个positioning 稍微做了一些调整 因为其他的就是亚洲啊 或是国外的一些片商也发现到 其实把这个电影呢 放在酷儿影展 其实也是蛮不错的一个机会 可以很快速的让LGBT的族群 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新的项目 所以可能跟这些片商 他们可能在坎城啊或是柏林啊 买了这些电影之后呢 会把我们的影展做一个首选 放在这个平台上 那就是针对嘎嘎乌拉拉 因为其实就是一个影音串流平台 所以它的量其实是无限的 所以我们在启发这个平台的时候 我们就尽量用 在我们的预算范围内 去采购各种各样的 越多的内容越好 所以当时在做嘎嘎乌拉拉的时候 有把它分成五种类型的内容 去做一些采购 一个是长片 一个是纪录片 短片 印记 还有就是我们的原创 那陆陆续续 在看片的时候 就好像是回到 酷儿影展第一届的时候 因为手上比较知道 可能可以授权给我们的电影 比较多是西方的 所以我们当时 debut嘎嘎乌拉拉的时候 比较多的电影是来自于西方 那已经推动了三年半 其实我们发现 亚洲的观众 其实他可能在其他的平台 就有可以机会 看到西方的酷儿的作品 他反而想要更看到 来自于亚洲各地的一些作品 不管它是短片或是影集 不是限制于旧的电影 因为它肯定在 一般的传统的平台 是没有办法看到这些电影的 所以陆陆续续 过了三年半之后 我们现在的西方酷儿 跟东方酷儿的比例 其实有一点颠覆了 所以现在那个亚洲的酷儿作品 其实是多于西方的作品 大概是这样子一个状况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因为一开始是 就是很容易找到 就是西方的酷儿影片 然后现在 虽然有刚刚有提到 就是可能现在找影片的难度 会逐年增加 但是现在 由于更有针对性 以及更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 然后 所以就是会更加着重地 去考虑到亚洲酷儿影像的 占有比 导致现在就是 现在就是 在平衡上有更 就是 会有一些改变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那老余 你能说一下 就是上海酷儿影像的选片 有没有这方面的倾向呢 我这边首先 我觉得地区上是没有 我肯定是要会考虑亚洲这边 但是不会说我一定要亚洲 或者是有一个一定要怎样的比例 然后整一个选片的过程 其实跟很多其他的影 就是一些综合性的大的影展也好 包括和跟J 他这边的选片的过程也好 其实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体量小一点 就有一些大的影展 他是在全世界各地都有选片人 然后这些选片人 他们会 比如说 比关系比较好的 发行公司出了新的影片 他们可以先去看一下 然后跑各地的电影节 也有什么片子做手印 他们也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条件 我们这大概就是大家自己 除了朋友推荐以外 我自己也跑其他的电影节看 然后 主要是这两个渠道 然后因为我们的短片的项目是 征集 公布征集 就公开征集的 所以短片部分是大家投过来的 长片部分的话呢 主要是 我去各地的影展 看有哪些比较好的片子 然后 有没有一些朋友 有些比较小众的 或不太有人知道的片子 推荐过来 或者是一些 他们自己独立拍的片子 自己推荐过来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事实上是有一些 发行公司 他主要做的东西 就是LGBTQ的影片 或者是他很乐意做这一类影片 这类影片他们也经常会在国际的影展上获奖 所以他们你可以去看他们的首页 然后因为我们第一届做的时候呢 其实就接触了其中的某一些 然后到后来他们甚至会自己发邮件过来说 我们最近有制作 对制作的几部 他们都是 颇扰主题的 你们有没有兴趣 然后 这一些 都是一些各种各样的渠道都有了 嗯 那我想就是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无论是就是之前 两位都是做 都做过线上影展的选片人吗 还是说线 线下影展的选片人吗 还是现在 以及现在嘎嘎啰啦啦 作为一个线上的一个影音平台 我觉得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需要就是吸引观众来看嘛 无论是线下的也好 线上的也好 肯定就是观众的受众 肯定是 就是人越多越好 那就是我想知道 两位在选片过程当中 或者是在 就编排的过程当中 会如何平衡 就是大热影片 和小众影片之间的一些差别呢 嗯 每年都会有大热 然后 其实每年都会有那么 一两部是大热的影片 因为 柏林 嘎那和威尼斯 他们自己也是 不是他们官方 但是 有帮他们组织一个 呃 酷儿的单元 柏林当然是最有名 就是泰迪熊讲嘛 那个 对的 所以呃 其实呃 我会去看 当年的那个 入围 这一个单元的 那些酷儿影片 包括最后拿了最佳影片 或者是 有最受观 呃 观众欢迎的影片 也有最佳导演等等 各种名目的 获奖的影片 呃 那种肯定是 首先是大热的 因为他其实讲出来 就是说 呃 很期待要看 但是 其实 这边的观众 不太能够看到的 嗯 然后 呃 呃 嘎那的也会有一些 这样的影片 所以他们 他们就是说 我会看 哪些观众会 哦 我今天非常想要看 这个片子 很多很多观众说 啊 我很想看这个片子 很想看这个片子 那 一定是会 想办法把这个片子 拿过来 比如说 去年 我们放了 去年 柏林电影节的 呃 呃 泰迪熊讲的影片 和呃 再见男平晚中 再见男平晚中是 还没有在柏林放的时候 就已经有很多人 在讨论这个影片了 然后放完以后 就有更多的人 讨论这个影片 所以他一定是一个 大家非常想看的 这个在我看来 就属于当年的一个 大热的影片 嗯 那今天你有试过 呃 就是有 肯定也有过经验 就是想要 就是找到 呃 就是肯定想要找到 当年大热的影片 能 能给观众 介绍一下 就是这方面的经历吗 呃 其实呃 影展 那时候当然是希望 可以找到一些 已经上了一线 或是二线的影展 然后 紧接的邀他们来 这个过了影展 不过开始做 呃 线上平台的时候 发现 其实这些电影 真的很难 呃 邀到一个线上平台 对 因为这些片商呢 就是比较希望 他们可以找到 呃 可以买 all rights 就是包含戏院发行的 版权的买家 而最最后最后 才让他上这个 这个线上平台 所以虽然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平台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尝试很积极的去看 像Ghana 或是那个 刚才那个老鱼所说的 什么Teddy Awards 入围的一些电影 我其实发现 真的是没有办法 很很及时的 把它弹上来 限制于他们说 哦 其实你等一年之后 他跑完影展 或是确定说 嗯 可能是不是没有买家 最后才上到我们 那个影平台 所以我们逐渐这样子 被打脸几次之后呢 其实也发现 其实真的也不见得 需要去抢这些电影 而反而其实 呃 久之后发现 我们的观众 想要看的 更是一些 他们在其他影展 或是其他平台 比较看不到的 有亚洲联孔的 酷尔的作品 那刚才其实我 我要提到 就是我在做第二届 台湾酷尔影展的时候 也创了亚洲酷尔影展联盟 那当然Cinema Q啊 还有上海酷尔影展 也是盟友之一 那从就是2015年到2020呢 其实有差不多30 快近40个亚洲的酷尔影展 已经加入这个联盟了 所以在这段时间呢 其实我们是更积极的去 询问亚洲的酷尔影展 还有就是亚洲的片商 看看他们有没有一些 适当的内容 也许他们已经就是 不是2020年 或是2019年的作品 他可能是有几年的时间了 不过因为他 其实只有在他当地的区域 做一些小型的发行 或是完全都没有被发觉到 所以上到平台呢 他反而是完全是新的 对我们线上的观众来讲的话 所以现在我们的重点呢 是多于在做 类似这样子的一些内容的 探索跟采购 跟筛选 那上到平台之后 其实反应是反而更热烈 而且也不只是亚洲的观众 我们发现西方的观众呢 不管他是亚裔的美国人 或是欧洲人 或是当地的西方人 他可能会对这些内容 反而是更新鲜 因为这个对他们来讲 是完全新的 也许是用不同的 说故事的方式啊 或是他们在 他们在当地国家的戏院 或是影音平台 或是电视频道 看不到的内容 那我们刚刚也说到 就是对于可能更小众 就是可能很多 现在很多观众 可能也会很想要看 更小众的亚洲背景的 酷儿影片 其实刚刚也说到 就是两位选片人 经常会看到就是 会寻找在 一二线影展上面的 一些酷儿影片 他们可能很有名 而且像是最近几年 就是在国际上非常热的 就是讨论度非常高的影片 其实很多是西方 就是西方电影嘛 就是西方背景下的 一些酷儿影片 那可能亚洲酷儿影片 一直以来 可能我们今年说的 就是比较有名的 亚洲酷儿影片 还是那么几部 跟十年前说的 最有名的亚洲酷儿影片 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 就是说可能就是 亚洲的酷儿影片 长久以来 其实一直没有 就是真正在 就是国际舞台上 有一个非常 相当有比例的一个存在 那你们觉得 就是现在近几年 就两位有没有 就有 就你们的观察 就可以说一下 你们有没有观察到 就亚洲酷儿影片 无论是在题材上 深度上 塑料上 质量上 有没有什么变化 我觉得首先 不仅仅是亚洲酷儿电影 整个亚洲的电影 在现在在A类电影节上的 欧洲的A类电影节上的 路面都比较少 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比如说 刚刚电影节主竞赛里面 它有多少影片 主竞赛入围的影片里面 有多少是亚洲片 其实每年就这么几部 几个导演的这么几部影片 然后如果说 一定要说亚洲酷儿影片 可能就正好其中有一部 是酷儿题材的 那我们可以讲说 有一部在那边放映的 一个亚洲的亚裔的那种 酷儿题材的影片 然后如果说质量的话 其实我个人觉得质量没有变好 因为我觉得上一部 在比较大的电影节里面 入围主竞赛的是 春风沉醉的晚上 那个已经是2010年左右 2010年的事情了 所以就是 那大家想想 从2010年到现在 能讲得上的新的亚洲影片 在非常大的影展上入围 其实真的说不上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整个说质量 可能我觉得没有特别好 然后其次呢是 事实上我觉得数量 是有一定数量 而且这个数量是 随着拍摄方式的简便开始呢 会变得越来越多 所以事实上是 独立影片会变得很多 但是这些独立影片 他们 首先我们虽然说 那个去盖纳电影节的 那些人就是大师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但其实大家 都是有connection啦 他不是说 大家会看到去盖纳的 经常去盖纳 去柏林 柏林的不会有经常出现 但是他们会有一个路子 所以 如果说这个 没有一个引荐人 或者是他没有一个 什么方式的话 他要自己去投 然后进去 那这样子讲好了 每年大概有 20部左右的主竞赛影片 其中大概只有两部 是留给年轻的 明不见经传的创作者 所以这个概率是 非常非常小 而常常这两部 也是别的选片人 推荐给艺术总监 然后他才会被看到 所以要讲说 亚洲的库尔影片 在欧美有没有变多 会不会被看到 我觉得其实跟亚洲影片的命运是一样的 就他们可能并不care说 你这个是不是库尔的题材 他说我今天想看一个亚洲片子 可是在那边可以被看到的亚洲片子 也就是那一些并不会特别特别多 好像知道了一些不得了的内幕 那Jerry你有同意 会同意老鱼的这个观点吗 我有同意一部分 当然如果我们是看 A线或是一线的影展 像嘎纳或是柏林 或是多伦多 威尼斯等等的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 在短时间内不会有太大的突破 因为毕竟这些影展每一年 是有可能是几万个影片 在那里竞争 然后真的会是入围到竞赛 或是观摩 可能是那几百步 所以真的就是非常非常难 世界各地 不管是南美洲亚洲 就是很难挤上 那非常有限的片单 不过如果我们更实际的看 现在亚洲 比如说像日本 或是泰国 菲律宾 像台湾等等这些地方 其实那个产量是暴增的 像去年我有做了一个研究 就发现很惊人的 在东京 它的无线电视台里面 在它的prime time 就是黄金时段 其实有四分之一的节目 其实是有涵盖库尔角色的 那泰国呢 其实它拍BL 剧其实已经有一小段历史了 那它几乎你打开这个电视 都可以找到那种 青少年的BL的剧 在它的主流的电视频道 那以台湾来讲 其实今年我们会有 至少三部到四部 那个酷儿电影会上戏院 那一个是比较情欲的 女同事 杀人片 叫爱情杀人济世 那个也是我们做的原创 还有另外一个是属于BL的 复古的青少年的男同事的 就是轻松romantic comedy片 叫科赛你心里的名字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在讲 同事爸爸的就是陌生的访客 所以这部分的量其实是还蛮多的 只是它真的是不会在一线的影展 被观众是发现 因为它真的是没有办法 在这个时间点挤入到 那个有限的片段里面 那我想问一下 追问一下Jaylin 就是最近几年你有看到 就是有没有就是非常大热的 就是亚洲背景的酷儿影 影集或者是电影就是引发了 就是可能引发了台湾很多人的讨论 或者是引发了就线上平台 很多人的探讨的 有这种就是话题之作吗 像在台湾本身有蛮多的 就是知名的制作公司跟导演 他们鼓起了勇气 然后也找到了投资者 跟片商愿意来投资拍酷儿题材 包含美国的就是八大片商 还有本土 就是还有就是那个 就是台湾本身的一些制作公司 所以这个是真的是可以看到 它蓬勃的发展 不管是电影或是影集 或是限制于电视节目 我想那个泰国的必要剧 其实现在也是在全球发烧中 那泰国也开始在尝试跟其他的国家 拍出一些就是BL的核制和拍片 然后泰国所做出来的一些BL的结果呢 现在也在影响像缅甸 他即将会推出他们第一部的BL的影集 然后还有越南 他们现在也蓬勃在拍 类似这样的一个题材 所以可以看到这些东南亚国家 当然没有每一个东南亚国家 都在都敢拍这是酷儿题材 当然一些印尼啊 马来西亚新加坡啊 呃这些地方还是有很高的 就是难度来去整合足够的资源 足够的勇气来去拍必要的题材 不过像刚才所说的泰国啊 越南啊 限制于缅甸啊 这些地方菲律宾也是另外一个非常非常蓬勃的 呃他每一年的酷儿作品可能是有二三十部 不过他局大部分都是属于呃低成本的 就是独立片 不过这个量加起来也是蛮可观的 那也许不是每一部都会上呃传统的电影戏院 不过他都会有机会在不同的就是呃 菲律宾的影视平台或是电视频道啊 或是影战被观众可以看得到 嗯那其实我们刚刚有聊到就是亚洲酷儿电影 就是近几年的一些就在两位嘉宾的观点里 就看一下亚洲呃亚洲酷儿影像就近几年的一些发展的方向吧 然后因为其实我们刚刚也谈到就是因为就长久以来 一直是西方的酷儿电影 一直就是呃主宰了就是一个 世人观众对于酷儿电影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 包括比如说像呃 以你听你的名字呼唤我啊 或者是像卡罗尔啊 这样的影片就是在全球 其实影响力蛮大的 或者可能就是对于普通的呃 可能就是对于职人的观众来说 他们可能说到LGBT影片 可能会很容易想到哦断贝山 想到哦呃 请你的名字呼唤我想到卡罗尔 想到这些就是大热的影片 但是就是很少有就是嗯 国际上就是很少有说提到LGBT影片 影片的时候不会说 不会说霸王别姬 也不会说什么春风春醉的夜晚 甚至也不会说啊近来 呃谁先爱上他 也就是很少就是会在在国际上 说到LGBT影片的时候 会提到就是亚洲的酷儿电影 就是我想就是现在问一下 就是两位就是对于就是 你们觉得就是西方的酷儿影片里面的酷儿性 就是里面的queerness和亚洲酷儿影片里面 所体现的queerness是否有一些 是否就是是很不一样的还是说你们觉得两者是相似的 我觉得还是有偏重会有不一样 嗯就是比如说刚刚J讲到说 呃东南亚日本台湾现在有就是数量上 酷儿影片数量上是有很大的增长 这点我很同意的确是有很大的增长 可是有很多的质量我真的不敢不敢恭维 因为呃因为包括呃就这这几个国家 包括呃有很多的他们的做制作的剧集 他其实有有一些他是有一定的哗众取宠的这个成分在的 包括像是呃泰国他们也有很多派呃就有一些 类似于早期的欧美派女同志的片的时候 他们会经常加入一些呃色情啊或者是呃恐怖的悬疑的这种元素在在那个里面 然后他其实是想制造一种感官的刺激 包括呃我也有碰到过台湾的导演是讲说 啊我为什么要拍这个这个LGBTQ的影片呢 因为就是台湾的竞争真的很激烈 我这个拍了这个影片我才可以去申请拿到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我就觉得说他们其实是有意为之 就是把这个东西当作是一种元素 就好像是我的电影里有悬疑的恐惧的元素 就是把这个东西放进去以后呢 我就不觉得说他的酷儿性会很很高 那相反的是呃有一定呃拍有一定量拍 包括自己本身的身份认知都是酷儿的独立的导演 我说的是亚洲 他的确是拍了一些非常具有酷儿性的东西 而如果说呃如果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以前我觉得有一个是比较持久的 就是说以前的亚洲拍的好的酷儿影片 他的落点其实都不是酷儿性 酷儿这个话题本身 他的落点一定是其他的东西 但是呢这个其他东西和他的酷儿这个身份 我们就说霸王别记好了 他的整一个环境和他的这个酷儿身份 起到了一个很大的冲突 所以他的这个酷儿性可以在这个当中强烈的体现出来 那现在拍的好的亚洲的呃酷儿影片 同样也是也是这一点 就我们刚刚提到说再见男平晚中 其实也是一样 他讲的其实也是一个原生家庭 一个成长环境 这是他的最大的命题 然后酷儿在这个其中 与他的这个本身的命题 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戏剧的效果 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冲突 所以我觉得做的好的 他在好的这一方面持续 有这样的一个持续性 那呃如果和西方的相比的话 我觉得西方的就更更杂了 我觉得他们可能 他们已经过了一个 我为了拍酷儿去拍酷儿题材的 这样子一个一个阶段 他们的确是我想要拍一个电影 然后正好我的电影里 或者是我希望我的电影里 有这样一个酷儿角色 那我觉得他们的酷儿性是 呃可能更广泛一些的 这个广泛性体现在说 他们已经跳出LGBT 他有一些酷儿影片是 主角可能是一个异性恋 嗯 然后但是他是具有酷儿性的 因为我们常常是呃 在理解酷儿这个词的时候 会把他放在一个说啊 他可能是LGBTQ LGBT的另外一个总成 但是其实他并不是 他有更广泛的意义 呃有很多 呃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提到说 啊无性恋啊这样子的人 他可以归到酷儿里面 那国外可能更加有些的 更加先锋一点 他觉得说异性恋当中 也会有很多是酷儿 比如说BDSM他也是酷儿 比如说只要是跟主流的 他们呃不一样的 比如说在一个非常要讲求 manhood的环境当中的一个 呃性情比较阴柔的男性 他也是一个酷儿角色 所以他们开始慢慢有 这样子的影片出来 那我觉得目前来讲 亚洲这边呃我自己 如果选片的话 我可以把有某一些影片呃定义为 他其实是一个酷儿影片 但我不知道在创作人 在创作这个影片的时候 他是否意识到 他说对他是否是想到说我 其实这是一个酷儿影片 嗯 这你同意刚刚的说法吗 呃我蛮同意的 其实像美国的好莱坞体系 已经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了 他们其实从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就已经在拍各种各样的一些酷儿题材 那当当时可能是一百年前或是七十年前 那个是非常的呃低调的去涵盖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呃 酷儿的细的成分在这里面 不过我们也不要忘了 其实去年呢 就是美国庆祝了那个十抢五十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酷儿运动在西方 特别像美国这一部分已经进行满长一段时间了 嗯 那这样子的时间所累积出来的酷儿的作品是相当的庞大的 所以像可能传统的一些孔童的呃 就是面临孔童的一些故事啊 或是出柜的故事啊 就是面对家庭的就是革命的一些故事啊 其实已经拍了N次了 这个其实已经有点疲乏了 所以现在我们所发现到嗯 美国西方把美国作为定位成西方好了 其实因为已经拍了非常非常多孤儿的作品了 那个他们现在在开始探索 就是酷儿加类型 比如说酷儿跟惊悚 或是酷儿跟战争 或是酷儿跟恐怖等等的这样子的类型的一种总和 那第二其实呃 所以会发现特别是那个像西方的年轻人 之前有一个单位做了一个就是试调 然后发现很多呃美国的年轻人呢 其实他已经不把自己放在那个异性 或是同性恋这样子的一个框架了 就是有40%限制于更高的人 他们是把自己定位成就是不被定位在框架的酷儿 或是non-binary或是gender non-conforming这样子的一个模糊地带里面 所以这个也是有点呼应到像如果是去美国看他的电视频道 或是他的电影院或是他的特别是他的那个影音平台 发现其实同志角色几乎是在每一个戏都有一个主角或是配角或是有有一个桥段已经涵盖在里面了 反而现在像去年我有机会去参加洛杉矶的office 就是那个洛杉矶也算是美国最大的酷儿影展的就是之一在洛杉矶 那发现呢其实已经30%左右的电影是在探讨就是transgender跨性别 不管是跨性男或是跨性别女生这样子的一些议题的 这种就是跨性别的比率呢 在比如说台湾啊或是在亚洲的一些影展 他可能是不会全片人经常不会把这么大的比例放在这块 因为第一观众可能跟他会有蛮远的一个距离 然后可能不会真的进戏院去看他 因为跟他现实的生活或是他自己的定位的性倾向 就是有蛮大一个差距 我们发现在做影展的时候就发现其实很多男同事 他主要是看的是男同事的定 不是女同事主要去看的是女同事的定 不过像在美国这样子的酷儿影展呢 其实是LGBTQIA就是各种各样的人 因为他想要多了解就是现在跨性别的议题 是怎么样透过故事再把它做出一个新的生命力来 所以他会去看他 那主流的大众也会去看他 像那个上个月在Netflix就出了一个 就是关于跨性别的纪录片叫Disclosure 主要是主持人是Levern Cox 在美国可能是算最有名的一个跨性别女性之一 那这个东西就带动非常多大众跟分众LGB的族群 来去观看这部电影 因为这跟美国的现在的政治议题或是社会议题 也有蛮大一个关系的 比如说Trans Lives Matter等等的 因为美国就是的确有非常多的一些跨性别女性 是受到非常不平等的待遇 或是限制于被磨杀 那其实是鼓起那个当地的观众 一起想要去上提这样子的一个议题 然后希望有更多的相关的内容是可以被排出来 所以它已经不被定位是一个给同志的 或是给酷儿的一个作品了 它就是一个希望可以推进美国针对影视的多元 还有包容这样子的一个宣誓 那在亚洲其实我们还坦白讲 大部分的区域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我们还是在自我探索 就是性别或是性情像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再加上刚才所提到的 其实BL这些剧呢 其实也拍出来也不是给酷儿族群看的 它主要是给巨大部分的妇女去观赏的 所以这个也很难把它定位是一种酷儿电影 对我来讲 因为它就是一种大众的娱乐 某个程度 那我们刚刚有谈到就是 就是西方的酷儿电影和亚洲酷儿电影 就是的一些异同 其中可能有包括 可能因为西方 他们可能已经拍摄 就是拍摄 就是探索酷儿影片已经拍摄了很多 所以在量级上已经达到一定数量之后 现在才达到了一个质量上的一个改变 那可能就是亚洲酷儿影片 可能因为起步比较晚 然后所以就是导致现在 可能还没有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 但我觉得可能其实还有很多文化上面 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原因 那我想问一下两位 因为这些两位都有在 因为包括选片啊 或者是在工作 可能以后 也包括可能以前学习 可能都有在西方 就是可能都有在欧美地区 就是工作或者生活过的经验 我就想问一下 就你们的体验来说 经验或者体验来说 就是欧美观众一般 对亚洲酷儿影片是怎样的一个印象 我觉得就是虽然我们提 我们说西方或者是欧美 但是美国跟欧洲的差别又很大 就是即便是欧洲 法国跟德国的这个差别又很大 那美国其实我不太了解 如果从欧洲这个方面来讲的话 法国的观众其实不care 你的这一个东西是不是酷儿的主题 他们自己拍很多片子 其实也不是那么care 巴黎有一个 有一个每年10月11月份 在举办的一个LGBTQ 它也是LGBT家的一个影展 叫SHEHI SHEHI 然后它里面呢 每年会选一些 全世界各地的影片 我觉得它其实更注重于说 我希望我的影展是多元的 但是这个多元不在于说 里面的酷儿身份有多么多元 而在于我里面有多少世界各地 多少国家的地区的影片 它的多元更多的体现在说 我觉得包括整个法国 它的多元更多体现在说 有怎样的世界各地 没有被我们看到的人群 我想要看到那些东西 然后呢 如果说亚洲酷儿 那是可能正好 他们买进来的 看到了上映的那些亚洲影片 正好是一个酷儿影片 我觉得这个 他们没有太大的 专门做酷儿的意识 对 他没有把酷儿作为意识 当然酷儿的影展是肯定有了 但是我觉得如果普通观众 院线片看到亚洲片的话 他们其实是更 想要更多的看到全世界各地的影片 打比方来说好了 他们在圣米歇尔站 旁边有一个小小的 大概就两个厅还是一个厅的影院 它是专门放亚非影片的 亚洲和非洲 对 他是专门放亚非影片 包括春风沉醉的晚上 在就是大的影院的那些院线放完以后 他还在那个影院放了好几周 那他其实就是说 很典型的 法国人看电影的一种思路 就是我全世界的影片都想看 然后我想看一看 就是因为他们太想看电影了 对 他们就是想要 那个国家的电影 我没有怎么看过 我想看一看那个国家的 然后就会找一些亚洲的影片过来 当然是有一些几个影院 在马黑区那边有几个影院 是非常乐意 并且我觉得他们 我没有采访过他们 但是他们一定是 有意去放酷儿影片的 因为那个区域本来就是一个 LGBTQ的区域 他们就会放一些 然后正好那边又很乐意放亚洲的影片 所以在彭匹度艺术中心 那个旁边有一家影院 就是我看过日本的 看过中国的 也看过非洲 甚至中东地区的 就是他有那些地区的酷儿影片 我觉得他其实是想给你们看一个小众的 你们平时不太能看到的 是出于这种想法 然后我觉得德国的话呢 其实是蛮有意 想要去放亚洲和酷儿 这两个身份放在一起的影片 就是他们是很明确的有一种 我想展现 并且他是用非常张扬的方式 他也很喜欢放一些 我个人觉得有type张扬了 你这个明显就是在利用自己亚洲身份 以及酷儿身份 在给西方人看的一种影片 但是他们很喜欢看这个 他们也很乐于去讨论这个 我觉得他们的这一个意识 可能更强一点 他们有一种 毕竟德国是非常 柏林是非常先锋的一个地方 是全世界最早的男同志片和女同志片 都是德国人拍的 所以他们可能是真的是有意想要做这个 J可能对美国的情况更了解一点 其实我蛮认同刚才老一所说 针对影展还有欧洲或是独立戏院的一些趋势 其实在美国某个程度也是 不过就是因为我在做影音平台 我可以从影音串流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去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发现 因为在我们平台 就是那种就是艺术片啊 或是比较复杂的故事线的 non-linear的 就是好的可能在影展都入围各种各样一些影展的作品也有 那我们当然也有一些属于那种追剧 轻松故事简单 然后帅哥美女小鲜肉 就是情节是勾你的心的这样子也是作品 然后其实坦白讲 刚才所说的那种简单的小鲜肉美女的作品 是压倒性的胜出 因为其实这个可能是 可能就是会进戏院去看一个复杂的 来自于国外的电影的观众 他某个程度是小众的小众 他也许不是酷儿 他就是喜欢观赏这样子复杂的 可以去探讨 然后可以去思考这样子的电影 不过就是在小萤幕 或是在你的电影 只是你的电脑萤幕 看的内容在片岁的时段里面 其实真的我们所看到 他们就是想要看那些 可能我刚才有说 在美国有庞大的 就是酷儿电影史 真的很多很多的一些内容 不过真的是很少有亚洲脸孔的 就是有帅帅的 不管是来自于哪一个国家的帅哥 或是美女 他们被这样子的面孔 还有就是新鲜感 某个程度被吸引到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后台 其实有很多亚裔的 就是当地的美国人 他们是很期待 有这样子的一些内容 因为第一他们在 even在主流 或是在酷儿的社群里面 本身也比较少可以看到 这样子的演员 或是演技 或是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然后对美国的 可能不管是妇女或是大众 他对这样子的内容 也觉得是还蛮有趣的 因为他追剧 他其实不小心就陷入这样子的 剧情 然后他其实透过这样子的观看 会打开他对亚洲脸孔 或是非英语的一些作品的接受度 所以我们逐渐的看到这样子的 比较轻松的内容 在帮亚洲整体的内容 在打开西方的那一扇门 这个我也蛮认同的 因为虽然好像那个法国人 他们很喜欢去影院看一些 那样那样很比较艰深的东西 但是事实上是 我刚刚说到了巴黎的那一个 LGBT家的影展 他在选亚洲影片的时候 他其实有时候也会挑写一些 漂亮面孔的 有剧情性比较强的 轻松的影片 然后包括日本的BL漫画 BL的动画等等 在那边的青少年之间 也会有一大群的人非常喜欢 我觉得要看 就是他们其实也有各种各样的观众 然后如果说一些 更加年轻的青少年的观众 他们其实也的确是 更偏爱看一些轻松的东西 在那边我也看到过 有专门研究日本的BL的 甚至有一些漫画 我没有看过有中文翻译 但是有法文的翻译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确是一方面的 但是我就刚刚两位都有谈到 就是对于就是 可能对于欧美背景的观众来说 他们看亚洲电影 或者是通过当地的一些影展 或者是通过线上的平台 他们可能因为 然后我都注意到两位都谈到 就是BL文化在 就是可能在全球会有很大的 很大的欢迎 但是其实 无论是刚才说的 就是可能影片当中 有很好看的主角 或者是说是非常伟美的 BL的故事的话 其实是一种 相当于是一种亚文化现象 或者是说 它其实是一种分支 它不是就是 它没有完全的表达出 就是比如说 你看了一部亚洲的BL的电影 但是它没有真正的表达出 亚洲的库尔的群体 是怎样生活的 对因为 如果从你从BL的始祖 就是单美的始祖来说的话 应该是 欧森外他的女儿 他开始写嘛 然后他写的那个 写的小说的模式也是 他写 就是那种 法国技术学校里面的 一个漂亮的男学生 然后是那种非常走音 就一定是有一个 非常阴柔的一个男学生 然后跟他的同学 或者是男校的学长 然后那个学长 就是比较帅气 他有一个 有一个模板一样的东西在 那这个 这个模板的东西 我相信 真正的法国人看到的时候 是会觉得有一点新奇的 但是 如果我们照着这一个模板 去看亚洲的库尔的话 那肯定是很偏颇的 因为他其实 还是一个妇女的想象 那 对 就是粉红泡泡 然后其实这个跟 那个库尔议题呢 是有蛮大一个距离的 其实 那主要的一些 妇女观众想要看的 不是去探讨就是 那个库尔的 的文化 或是 就是库尔的处境 他想要的就是一种享受 看两个男生在一起 然后去 去激发出他的 梦想跟想象力 所以这个是跟 传统的库尔作品 其实就蛮大一个距离的 那你们觉得就是 两位觉得在 就亚洲库尔影片 就是之后 就是希望能够 就你们两个的观点来说 希望他就是亚洲的库尔影片 有怎样 有怎样的 会应该朝怎样的方向去发展 或者说你们觉得 亚洲库尔影片 还有着怎样的潜力 我觉得现在的亚洲的库尔影片 就这两年了 我看到非常多的是 已经已婚的 就是年长的叔叔的 出贵的故事吗 对对对 我看了 我看过这两年 其实是非常多的 除了叔叔 谁先爱上他 然后还有 再见男平晚中也是 再见男平晚中也是 然后Tracy也是 就是 其实就是这一类的 真的蛮挺多的 然后包括 但你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趋向吗 我觉得它是一个好的趋向 好的趋向的 首先第一个在于说 它不再是酷尔看 酷尔拍这些影片的 引人 他们自己大多数是职人 他其实是带着一个 跟我身边的家人是酷尔 或者是我很亲近的人 或者是我的家里一个长辈 我原来不知道他是酷尔 然后带着一种好奇心去 去看这个东西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 是更重要的 因为如果说还是在一个 酷尔队 酷尔的引人 自己看酷尔的话 那其实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酷尔影片 或者是有更广泛意义上的酷尔 出现这样子的形象 出现在影片里面 是因为希望这个东西 可以被大家看到 那现在其实这些影片 我感觉就是 大家真的看到了 而且他们把他们看到的东西 再拍出来 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 因为我觉得我刚刚提的这几部 已经不是说 只是酷尔的群体会去看了 以前的话 男同志的片 男同志看 女同志的片 女同志看 这很正常 是一个分层的 有一些片子 你跟异性恋的朋友讲 他们是可能从来都不知道的 就是除非 除非是你是做电影的 那有些人他是知道的 但是有一些 他们可能是从来不知道的 所以以前有一些片子 我只能跟熟知电影史的人 和样本身就是酷尔的人 去讲这个影片 但是现在其实是 他变得一个更加广泛的 就算我们刚刚提到这几部 他其实没有那样子 就他也不是 他不单单是讲 这个人的一个挣扎 一个认同 他们已经不讲认同这件事情 他们开始讲说 我以前是没有在认同 我以前在隐瞒 那我现在如何面对这件事情 那同时这个东西 也在反映出一件事情 就是说 酷尔的社会的一个 接受度吗 对 他其实在变了 因为就是就好像说 以前是大家要争取一些权利 现在要继续争取一些权利 但是有很多其他的人 不是只是你 而且其他人是看到了这些群体 所以我觉得这同时也是一个 社会变化以后出现的 我们再回到说 十年前春风沉醉的晚上 他还是一个 一个骗婚的gay 然后他的老婆不理解 找了一个侦探去查 他就还是一个这样子 把他给藏着 淹着的一个状态 也还是一个小圈子状态 但现在就是已经变成 其他的人来看你 然后看你以前压力了这么多 你到底是为什么 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东西 已经在开始变化了 这样确实是一个比较 比较新颖的角度 就是说现在的亚洲库尔影片的话 其实他更多展现的 现在当下的一些社会的一些 接受度也好 社会的图景也好 跟以前是不同的 那这有同意吗 当然我非常同意 两位刚才所讲的 那再加上一个 就是我现在也比较积极在 处理的事情 刚才有说我们现在已经 刚才有没有叫我已经忘了 不过我们已经在这个平台上 已经做出超过30个原创的作品了 那我希望可以促成的就是 亚洲 限制于亚洲跟西方的创意的合作 也许它是编剧的成分是可以一起合作 或是西方的导演来亚洲拍摄 或是亚洲的导演去西方拍摄 或是亚洲的演员去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国籍的演员 聚集在某一个图文作品里面 然后它的拍摄地有可能是在东南亚 东北亚 在内地等等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精彩 而且才开始启蒙的一种就是跨国合作 那我觉得应该这样子的一个路线 会产出非常多精彩 还有就是吸引人的作品 不管它是最后会进到 比如说一线的影展 或是在影音串流平台上 让全世界的人都很喜爱 我觉得都都都可以朝各种各样一些方向 因为每个剧本或是每个导演 他可能要去达到的目标都不一样 不过我觉得都可以尝试 然后我觉得这扇门打开之后 因为刚才那个老余有说 其实越来越多一些作品 其实是有比如说异性的知名的演员来参与 那可能会吸引到更多的 就是主流的资金来资助这样子的一个cool的作品 我觉得是会把整个level提升起来 那我觉得这样子去世不久之后 我相信我们亚洲会有我们自己的 婴儿名字呼唤我啊 或是等等这些 我们号称就是非常卖座 然后又艺术品是非常高的西方的cooling影片 我想不久的未来就会在亚洲 就是到处遍地开花 我觉得其实我们今天做这一期活动 我们也是想就是借由就是包括两位之前谈到的亚洲的cool影片之前 到现在的一些发展变化 以及他们在国际上一些影响力的一些发展变化 其实我们就也想说就是 其实我们更想得到的是一种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一种东西方文化的一种交流 或者是一种互补吧 因为之前一直体现的都是西方的一些cool电影导致的一种 他们所西方的cool电影的主导地位导致就是大家一提到就是 OGBTQ或者是提到cool想 哦这是一个西方的一个文化 但其实对于cool就是其实它不分国界也不分文化的 它是在任何地方任何地区任何国家都是存在的 那么就是为什么就是现在提到cool很多人都觉得 下意识地会觉得那是一种西方的文化输出呢 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电影发展的时间更久 也有可能是因为当地的一些cool社群 他们争取的权利就是时间也会更久 那可能跟他们当地的一些文化的氛围也有关 但其实我们今天有谈到 其实在亚洲的cool影片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土壤 就是我们也有很多就是各种多种各样的文化 也是希望就是能够在今后 当大家在国际上提到cool这个词的时候 我不会仅仅想到是西方或欧美的一些声音 也会想到其实会有很多亚洲的声音也会在其中 包括影集啊包括电影啊 包括甚至包括书籍啊文化上面会有一个更好的输出 那我们也不是说就是一定要在文化上去 有一个高下之分 因为我们觉得其实这个东西都是一种相互的 也是不需要去分谁输谁赢的 所以我首先要非常感谢两位嘉宾 今天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观点上面的一些输出 以及很多有意思的话题和交流 同时我也明白了很多就是关于选片上的一些内幕消息 然后现在呢我们距离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呢 快要到了 然后我们根据老规矩 在我们每次节目的结束之前 我们会邀请嘉宾为我们观众介绍一下 他们最近看过的 想要给大家推荐的一部库尔的库尔影响 我最近看过蛮多 因为我们最近不是正好在选片吧 我觉得想要给大家推荐的是 强威的藏列吧 强威的藏业 强威的藏理 或者是强威的藏列 就这个讲 他日语写出来是强威的藏列 然后这个影片 它其实是非常的 它是一个黑白的影片 它很早 它是一个非常早的影片 然后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先丰 先丰派的 因为它其实是 不是单单在探讨一个 主角是一个 主角是一个 像类似于娼妓一样的 Money Boy一样的人 但是它一直与女装是人 所以它 它其实不仅仅只是LGBT 它其实讲的是一个 那种 那个年代的 日本的青年的一种 想要与嬉皮是一样 但是又没有办法 真的做到那种生活的一种状态 然后它的 它的试听语言非常的 非常的优秀 好的 我们已经把那个名字 打到了屏幕上 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去查一下 然后杰林有推荐的 有推荐的影片吗 我想我会推荐我们现在在平台上的最新的原创 可以啊 叫那个爱无所尽 英文叫Unlocked 然后这个是我们今年初 因为整个疫情 就是让全世界就好像停了下来 然后我就跟那个菲律宾 蛮知名的导演 叫Adolfo Alex Jr. 他其实他的作品也入围了 嘎那多伦多啊 威尼斯 那我们就在探讨说 呃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做出一个合体 啊 就是疫情合体 啊 去 让世界各地的 酷儿们 可以透过我们这样子的六期的合体 来去探讨同事关系 所以在这个六期里面呢 其实有呃 远端距离的 呃 因为就是没有办法飞嘛 没有办法就是去呃 去呃 呃 去看彼此 或是两个很想要分手的人 不过因为疫情 他们务必要在同一个屋子里面 学的怎么样相处 或是其中一个 因为他太寂寞了 去找Money Boy 来满足他的情欲 然后会跟这个Money Boy 产生是什么样的一些关系 所以各种各样的可能 嗯 可以让世界各地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肤色 或是男同事 或是女同事 应该都是会有共鸣的一些故事线 啊 我们也找了菲律宾一线的演员 跟网红 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拍摄 我会推荐大家有机会的话 去给Unlocked 爱无所尽 啊 给大家观看 好的 啊 我们也啊 稍后马上会把刚才的名字 打到荧幕上 然后有兴趣的观众 可以去搜一下 然后如果对嘎嘎乌拉拉的平台 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搜一下 很容易就搜到 然后有兴趣的观众 也可以去关注 然后现在再次的感谢 就是两位嘉宾 今天的亲情的参与 然后非常感谢两位 啊 然后今天呢 也是我们库尔音频二三 是第一季的最后一集 啊 就是说我们下一次呢 然后应该会在今年的晚些时候会回归 但在这其中 因为我们这也是第一次初次做的尝试嘛 然后非常高兴就是能够与很多的观众进行一个交流 以及就是与各种各样的嘉宾进行观念上或者文化上的一些探讨 然后我们肯定会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因为我们其实都是准备的时间其实也不是特别多 而且我们也有自己的工作 所以其实我们肯定会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但是呢我们希望就是能够就是利用这个机会能够自我产生不断的进步 以及跟观众有更多的交流也是怀着同样的目的 希望就是亚洲的库尔的文化能够多面开花 百花齐放 那么我们如果有对CMQ想要更多了解的话 可以就是在微信上 就现在屏幕上出现的那几个单词 这几个字母可以输入 然后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我们所有的都 我们之后会有很多的信息 包括我们的线下活动 或者是更多的活动方式也会在上面第一时间po出 那么花来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到此结束了 我们再次再次感谢就是 再次再次感谢就是两位嘉宾今天的到来 有更多希望我们下次再见吧 那我们现在给观众说一下再见吧 再见 谢谢大家 拜拜晚安 谢谢大家